大家好,我是赞宜学流墨玉的一幕 今天讲的是还要死了系列的第13集 也是最后一集,49日 一个13集的系列我从去年7月份开始讲 讲到今年6月份才讲完,也是够够的了 所以说明我之前搁了大家多久 十分抱歉 故事的主角是这个中年男子 他正在家里给自己上香 为什么要给自己上香呢? 因为这个男子是个鬼 鬼男因为一场意外去世 根据所信教派的规矩 信他们这派的49天后才会接受阎王的审判 在此之前他就像是D-0一样被困在家里那块区域 鬼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日夜伤心的妻子 每次看到妻子伤心的样子都想要安慰他 但却触摸不到任何现实里的东西 不过某次鬼男发现 他的力量可以触摸到头发 于是他开始日夜锻炼 想要在49天结束前给妻子留下一些讯息 以前家里都是鬼男做饭 妻子基本就是负责吃 现在鬼男离开了 他也没什么心思学做饭 只是靠每天点外卖披萨维持生活 这天妻子又点了外卖 虽然妻子听不到 鬼男还是吐槽了一句 每天吃披萨不健康 结果外卖小哥回来一句 披萨里有蔬菜很健康的 哦这样啊 你能看到我 外卖小哥就要离开 丈夫急忙上前答话 那个你是不是能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啊 你刚好呀 我不信叫不满户身符别找我 啊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是鬼 哦这样啊 那你很帮帮哟 外卖小哥不信 丈夫也没有办法 因为是地覆龄的关系 他也没有办法追上去解释 只要回到家里继续锻炼 过了几日 距离鬼男离开只有26天了 这天正好是二人的结婚纪念日 妻子想要做顿好的来纪念一下 看着不会做饭的妻子玩刀 鬼男一直担惊受怕 生怕妻子会伤到自己 不过最后妻子还是完成了难吃的两人餐 看着妻子独自吃饭的伤心样子 鬼男下定决心要跟妻子沟通 办法就是继续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鬼男的力量终于增加了 他已经可以轻松拿起纸巾了 距离鬼男离开还有19天 妻子着手整理鬼男的遗物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 鬼男的 computer 别看别看别看 各位男性 电脑上的东西在离开之前 一定要记得删除啊 距离鬼男离开还有12天 鬼男的时间不多了 这时候他已经不失望能跟妻子对话 只是想通过电脑给妻子写一段话 可无论他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碰到键盘 鬼男只好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用尽全身力气 夺动了外卖单 让妻子点一份外卖披萨 亏得日本外卖员是店里的员工 这次来的外卖小哥 还是上次能见鬼的那一位 不过外卖员已经把鬼男当成了神经病 根本不想理他 直接传了过去 外卖小哥终于相信鬼男是鬼了 吓得想要逃跑 不得已 鬼男只好威胁他 如果你不帮忙 我就诅咒你 呃好吧 鬼男要外卖小哥在电脑上 给妻子打一段话 在妻子处于倒垃圾那一会儿 二人偷偷潜入 可还没有打完 妻子就又活大了 把外卖小哥当成入侵者 争执的时候 鬼男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摸到人了 他跟外卖小哥开心的蹦打 但这样的行为 让妻子不由自主的拿起了刀 鬼男连忙上前触摸妻子 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感受到了触摸后 妻子终于相信 丈夫就在自己的身边 鬼男带着二人到了电脑前 打开了电脑里的文件 里面是他当时的 结婚纪念日旅行计划 外面小哥泽尔重当翻译 告诉妻子鬼男当时的规划 在鬼男准备亲自打字 跟妻子对话时 他却发现自己又出摸不到电脑了 于是他跟上天几球 把自己剩余的灵力 都集中在此时 通过文档跟妻子说道 鬼男用最后的力量抱住妻子 骗她说 我会一直在这陪着你 鬼男的力量用尽 永远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一个人真正的死亡 并不是他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 而是他被遗忘的时候 所以只要你的记忆里还有他 他就一直在你的身边 故事结束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关爱外卖小哥的公益片 外卖小哥很是辛苦 除了送饭还得兼职 只要人人都点一个好评 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11个月了 这个系列终于结束了 那么现在就恢复以前的方式 你想看的电影 可以在评论里说 我会在墨一处 喜欢这个ID 谢谢大家